假如說我們會用到像樞紐分析表的話 你可以用Pandas 畫圖的話可以用MathPrilep 在裡面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比如說我想要畫的圖形是什麼呢 基本的畫圖像折線圖 或者是像直條圖 或者是像派圖等等的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剛剛跑出來的資料 丟給它就OK了 裡面的話需要安裝一個叫做MathPrilep的這個套件 不過跟各位講 當然理論上如果你從官網上面下載的環境 是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因為我們上課會用到 所以我預先已經方規 已經安裝在我們的Python環 所以你不需要安裝就會有了 OK 所以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剛剛那個範例 我們就把它寫進來了 然後應該run應該也沒問題 所以你再可以把那個查詢功能再加上來 所以可以把那個什麼 把之前那個查詢的部分有沒有 我們之前好像是查會員資料嘛 那你可以把那個會員資料的功能拿過來 然後呢做什麼呢 我要查 把所有的這個汽車簽單件裡面的資料全部都幫我讀出來 那讀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之前講過的 select所有from什麼 from那個card01 然後呢 後面的話呢 就是執行 並且給它欄位名稱 所以欄位名稱它本身是沒有帶的 所以你要自己 就是幫它加上去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把查到的所有的這個 這個資料它會放在物件 這個cursor物件裡面 那cursor物件裡面的話呢 我如果一筆一筆的把它一列 等於一筆一筆資料讀出來的話 那我把這個資料放在roll裡面 然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roll裡面的資料呢 一個一個把它全部讀出來 那其中的話 因為編號 它是這個int整數部分 所以記得 你第一個欄位的話 前面要加上stream OK 然後呢 其他不用 其他好像是文字 就不需要轉型 然後就可以把它直接什麼 直接把它run出來 所以 select所有from card 01 你會發現呢 它就幫我把所有的資料呢 全部都列出來了 從第一筆一直列到 第521筆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 查詢功能 再加一個變化 什麼變化 還記得我們之前做 假設老 我希望把這個 資料查詢的功能 加上一個所謂的什麼 全文簡 不要 就關鍵字查詢 假如說呢 我想要查什麼 查某一個地址的關鍵字 那我輸入之後呢 可以幫我把那個關鍵字裡面 的相關資料全部帶出來的話 那這裡當然我們可以利用前面講過的 關鍵字查詢 第一個當然我們也許 可以在那個 可以在那個 slate 這個什麼 slate 這個 這個語法前面 加一個 變數 也許叫x 好了 那這個x的話呢 就讓使用者輸入了 請輸入什麼 所以這邊的話就 input input 比如說呢 請輸入那個關鍵字 請 輸 OK 然後呢 請他輸入一個地址關鍵字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他這個資料 假設讓他輸入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博愛錄 博愛錄 汽車竊道 你也不知道多不多 在博愛錄的幾號 有發生過那個汽車竊道 OK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關鍵字x怎麼樣 放到這個slate後面 應該還記得吧 後面的話呢 我講過 你可以在slate slate是有點像篩選 信號是所有欄位 對 from car car01指的是這個table 這個表 這個資料表 然後後面的話就加一個什麼去數 會有 有沒有 會有的話就條件 什麼條件 再來的話呢 會有哪一欄 所以總共的話我們有ABCDE 總共E欄 會有E 這一欄 裡面如果假如它的 欄位形態是文字的話 還記得用什麼 還記得嗎 用like 有沒有 如果你是數字的話 是可以用大於等於小於 這個前面好像有講過這個東西 還記得吧 OK 所以這裡的話關鍵字查詢用like like的部分的話 再來我們就是後面加上什麼 記得哦 一定是需要一個單引號 因為如果是文字的話 記得一定是單引號 然後如果 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的一個 外用資源記得用百分比 也就是說 那後面的話就加什麼呢 加X 那把X放在什麼呢 放在這個條件裡面 那後面記得還在串什麼 記得哦 在這個還蠻常用到的哦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你要用那個關鍵字查詢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記得尾巴一定要再加一個什麼 百分比符號 然後尾巴再加一個單引號 就是把那個什麼關鍵字哦 串在這個當中 啊前後一定要百分比 表示萬用資源 這個萬用資源有點像是 如果你們有用過那 Exale或者是Word裡面問號啦 不 信號才對 信號 信號的話 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做查詢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想知道哦 比如說哪一條路 有沒有切到案件 假設博外路好了 博外路的 假設車停在博外路不得安不安全 也沒有曾經發生過那個失竊案件 那我們可以查一下 博外路有沒有失竊過呢 居然沒有耶 一筆都沒有耶 哇 這麼安全 那中華路應該就有了吧 中華路應該就 還是我曾是有寫錯 看一下 博外路 那也其實它這個原理很簡單啊 就是說呢我把這個關鍵字哦 輸入之後呢 它就丟到哪裡呢 丟到X嘛 比如說博外路 或者中華路有沒有 丟到X 那X呢 這幫我放到哪裡呢 放在我這個字串當中 OK 中華路 就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X裡面 那這個X的話哦 前後呢 記得哦 會有一個什麼 單引號 加一個百分比 然後後面一個百分比 再加一個單引號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要單引號 因為它是文字 文字規則 在那個 資料庫的語法 前後都要單引號 你想說老師不是雙引號嗎 因為雙引號被用掉 所以我們取而用單引號代替 啊 你說啊 老師前前後為什麼要百分比 因為地詞不可能說 就只有中華路三個字嘛 所以呢這個前後百分比 的意思是說不管前面出現有什麼字 幾個字不管 反正只要有字 或者後面不管有什麼字 幾個字不管 只要中間有 中華路這三個字的話 那你就幫我把那一筆資料 把它 這個帶出來 大概就這樣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查詢系統啊 有沒有 那所以如果你們要做報表啦 我覺得 第一個啦 你就把資料先丟到資料庫 第二個的話 請你學會關鍵字查詢 這樣子的話 你要做報表 就簡單很多了 那那個結果 怎麼樣把它export出來 啊就是把它存 看你要export成什麼 對啊 所以前面不是我們有教過那個 把資料輸出成 對 寫出 寫出一個檔 一般是寫CSV 最簡單嘛 對 所以就是把它export到CSV就好了 應該是最簡單的吧 當然如果你要export成那個 Excel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再import一個Pandas 用Pandas OK 如果CSV啦 不過CSV也是用Excel開啊 所以其實 如果你不想那麼麻煩 其實exportCSV最簡單 Enter一下 中華路 這個名稱 等一下 我再wrong一下 應該我還沒wrong層次 把它執行一下 請輸入關鍵字 中華路幫我找一下有沒有 有一筆而已 有沒有 在106年的那個 11月19 曾經發生過一個竊盜案件 而且是在那個中華路二段 301項 所以二段的話已經到比較裡面了 不是在我們這邊 應該是在 比較偏旺華那邊的啦 有沒有 應該是屬於旺華區吧 不是 還是中正區 OK 所以 一樣的方式 當然如果你要找 哪一條路上面 那當然我們前面講過 好像有查過 它那個陳德路好像是切到比較多的 所以你打陳德路 有沒有 Enter 哇 陳德路這麼多 哇 所以陳德路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哪個區域比較多呢 好像都是 好像分布的蠻散的 一段二段三段好像都有耶 而且 七段好像看起來是最多的 七段的話就真的是比較接近那個 中虎車那邊的 OK 所以其實 真的如果要停車的時候 附近看一下有沒有那二手車 如果有比較多 你看它特別小心的 因為可能 而且好像聽說是比較熱門車種 比較容易失竊 因為如果太冷門的話 它可能也比較不好去把零件 假設它要把零件 這個這個拿來賣的話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就是如果我要想 針對地址做個查詢系統的話 這個地方 請各位再把那個查詢部分再改一下 好 畫面再還給各位 好 試一下